行春文化艺术展将从1月6日至28日在阿汉巴拉市市政厅首先登场 一展主题是古今人物的生活写照 四海迎春工作室负责人陈慧平对于每年能如期举行新年活动表示十分欣慰和支持 那么我们的活动还是像晚年一样 有一个文化艺术展将在阿汉巴拉市的市政府举行 那么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古今人物 那么展览呢有三个部分 有这个Mark Tran的人像摄影 那么有挪威的这个素描 那么都来表示形形色色的人 还有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么所谓古呢 我们也特别请了这个于中春先生 他的这个台湾的木偶戏来演出 原游会当日有游戏和抽奖活动 舞台上将有四川便连和来自不同族裔的舞蹈 以及彩师表演 会场还设有两百多个各式各样的摊位 让大家可以品尝不同风味的美食和娱乐等 阿汉巴拉市市议员沈时康普 与大家来临 一同欢度新年 我们这个文化活动呢 坚持了22年 那么这一次呢 是在我们的2月16号 在巴里波罗上面 继续我们的这个游园会 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 能够来到我们阿汉巴拉 来参加我们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新春活动 亭夏威士 孟子文 刘晓琳 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